南京大学教授,长江产经研究院首席专家张二正,南京省纪大学教授,长江产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代详,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率中高端,是我国新阶段开放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。 但是,由于价值率升级设计比较优势转型,在传统优势不断弱化,而新型比较优势,尚未建立交替之极,比较优势的真空期,有可能会引发产业发展断档风险。 因此,在推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率中高端的进程中,需要警惕这种风险的发生,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,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。 新旧优势交替期间的困境 首先,从产业方面看,长期以来,劳动密集型制造业,一直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依托,但由于传统比较优势的不断弱化, 我国制造业实体高大,和筋骨不强的矛盾致意凸显,突出表现在关键零部件生产和核心技术方面,仍然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。 在内外部环境出现深刻变化时,制造业内部结构,短期以内即可能呈现出轻狂不接的结果。 其次,从价值链方面看,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,顺利实现了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,目前面临着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挑战。 其企业正处在试图从原比较优势环节劳动密集型、资本密集型,攀升到发达国家企业的比较优势环节知识密集型、技术密集型的过程。 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价值链断当风险。 最后,从产品品质方面看,中国出口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多年来所依托的主要优势,就是由成本低廉的低端要素所形成的低价格优势。 当传统优势逐步消逝后,基于产品品质提升的新优势构筑,就显得异常必要和紧迫。 以新思路和新战略防范风险,面对新的形式,我们必须在符合中国发展所处现时阶段,以及顺应价值链分工引进新趋势的基础上,形成新思路和新战略。 第一,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,应符合中国发展所处现时阶段。 价值链攀升并非依照意识之功,不可能一蹴而就,而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,必须遵从一定的经济发展规律。 要素并复结构及其比较优势的变化,具有一定规律性的,且必须以现实比较优势为基础。 因此,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际,抓住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机遇。 第二,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,应注重产业生态体系的打造,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,并非意味着要放弃低端。 实际上,不同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,所处位置和现有比较优势不同,因而在制定价值链升级的目标及政策举措方面,都应该因具体产业而异,避免一刀切的错误认识和做法。 何况,中国是一个巨型开放经济体,不仅产业容量大,而且内部发展的梯度差异,也决定了无产业层次和结构,因具有高位特征。 在促进部分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同时,保留并做强、做大、做精、做绝种低端产线,强化和延长线有比较优势,不仅是防范产业断档的必要选择, 防止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,也是打造完整产业生态系统,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等必有之路。 第三,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,应注重新兴比较优势的培育。 在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的背景下,我们必须构建起一托人力资本、级数、知识等高端要素,形成新兴比较优势。 为此,需要加大人力资本的引进、培育和积累,从依赖数量型扩张,向依赖质量型提升转变,提高研发和技术改造等活动经费的投入。 提高技术水平,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,主重培育工匠精神,用工匠精神来提升产品的质量与效益,增加差异化产品的攻击。 扩大中高端产品的提高,依托品质提升购助外贸新兴比较优势。 第四,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,应顺引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。 在开放条件下,新兴比较优势的培育,显然不能在封闭状态下进行。 更应该是一个开放问题,中国产业发展在前一轮开放中取得到巨大成就,主要原因就是抓住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带来的战略机遇。 因此,新时代中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,培育新兴比较优势,影顺引并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带来的战略机遇,从而降低产业断灯的风险。 比如,当前全球价值链演进中,出现了逆向创新、全球创新链等新趋势。 中国应该根据这些新趋势,事实调整发展战略,以抓住新机遇,在开放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,构筑新型比较优势。 第五,培育和构筑新型比较优势,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开放行星体制作为保障。 需要在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,构建外貌可持续发展新机制。 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,加快实施一代一路倡议,营造稳定公平透明,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等方面,实现体制机制创新。 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